修林乡第一座示范米亚丸公墓纳谷墙 10号正式启用 在文栏基督长老教会南岸达到牧师的祈祷下 修林乡长王眉归 修林乡名代表会副主席赖惠美 各区代表和各村村长一同见证了这个历史性的一刻 在修林乡文栏基督长老教会牧师南岸达到的祈祷之下 修林乡第一座示范米亚丸公墓纳谷墙正式启用 修林乡长王眉归 修林乡名代表会副主席赖惠美 修林乡名代表蔡培火 莲英龙 陈美莲 文栏村长田文才 水云村长洪明辉 嘉明村长余幻青 姐妹村长金志雄 富士村长邱金城 从德村长卓明辉 明亚丸部落会主席蔡瑞光和部落主席们 共同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 修林乡为各位感谢代表会村长和部落主席的协助 加上殡仗管理所积极的执行 让修林乡低作纳谷墙正式启用 我们又经过了我们花莲县政府的同意 河北 苗湾 纳谷墙 所以我要谢谢花莲县政府 我也要谢谢原民会这么大力的支持 为我们原乡多年来目的不足的问题 提出了我们经费上的资助之外 还协助我们行政上如何去解套的问题 所以在这里我要谢谢花莲县政府 以及原民会 那今天是一个开心的日子 刚刚听到部落主人 我说为什么我们的安党怎么人那么少 我们部落主人说 他的蜜蜜蜜蜜蜘蛇 我是认为今天应该我们要替我们的祖先开心 因为我们帮他盖了一个漂亮的新房子 应该我们的祖先也在我们的周遭 也在快乐的要进到他的新房子 所以我们今天应该用快乐的心 迎接开始启用的日子 我非常地羡慕 我也是来观摩之一啦 瑞光弟弟啊 恭喜你啊 我很欣赏我的部落主席 还有购买很强势哦 我的部落组长啊 问一下可以所长 我们第二次就OK哈 因为你都过时就要杀他妈妈 土北杀他妈妈妈 哇超过人数 非常的感谢祖 苗晚的时候真的 他们的脸不一样 真的有待笑容的来开会 因为怎么样 我们文朗村这边苗晚 真的很合作 那时候我开始也是放松 从开始在制作它的架构的时候 也是经过我们部落的村民 他们需要什么架构 也说哈纳 阿曼鲁 书记家 都是经过我们部落的村民的意见 哇 真的是很轻松 在这里也是很感谢我们 我们王乡长 也要跟他比达那个 真的很认真 新闻乡公所努力推动 那股墙设施的建制 新闻乡长王规表示 乡长已来办理20场的部落会议说明会 以及九场次的智商同意票决会议 目前同意新建纳苦墙部落为 米亚王部落 布拉达部落 水源部落 伊波河部落 崇光部落 嘉王部落 以及文览部落 积极的行政作为 就是要期望能够解决 目的部署的问题 进而达到身中最远的文化精神 记得就要求要老